媽 你說什麼說 不是 我的花瓶 嫂子 你說什麼說 我哥他真沒在我這兒 不行你看你看好了 媽你別站著腳吧 花瓶 那狐狸精說的都是真的了金波 你爸是真的出軌了 完了 那照片也是真的了 媽媽媽肯定不是 那個郭 我爸在北京就你一個親戚 他不來你這能去哪兒呀 你好好想想你肯定記錯了 他在我那兒住不住一個大活人 我能不記得嗎 還有你 你砸我們家動一幹什麼 你們倆口的知情 憑什麼把火放在我們家呀 我明白了 你們是傳統好的 對吧 你以前跟我吵架的時候 你不就說嗎 你說你要跟金正陽找一個 比我年輕的 比我漂亮的 你是不是說過 你們傳統好的 你幫他的 是吧 這事你可真冤枉我了行不行 這事我可真不知道啊 但是 我哥要是真跟別人好了 我還真挺高興的啊 我 你看看你 你飛揚乏扈的 你能把人欺負這什麼樣子了 我哥一個大男人都包容你 包容到什麼份上了 我跟你說話就講 要不是怕我哥為難 我早就跟你吵了爸爸回家了 怎麼著 你敢再炸我們家一樣 都給你試試 我 你試試 什麼媽媽 媽媽媽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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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 我說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火上郊遊呢 你真是 不可以說了 媽 是我火上郊遊啊 你看看你媽 都把人欺負成什麼樣子了 你 你胡說什麼呢 我是那樣人嗎 那當然不是啊 你嚇死我嗎 是不是 媽媽 媽 小心點媽媽 我 媽媽我跟你說 我現在就打電話給我爸 我把事情問清楚 媽 走 走 媽 喂爸在哪兒呢 你在那兒等著啊 我馬上就來 我是愛你的 我真的是愛你的 你別跟著我 我不跟著你跟著誰 我跟你說啊 一活我兒子來 不許胡說八道 我不管 只要你娶我 真的只要你娶我 我肯定比他 比他對你好一萬倍 我等著你 我告訴你孫永娟 你你腦子有毛病了 你知道嗎 你最好上醫院看看 你這說的什麼你都是啊 咱們倆不可能有任何瓜葛 怎麼可能沒瓜葛呢 你手機裡的照片 我告訴你我都看了 我一直是閉著眼的 我睡著覺呢 你說我跟你怎麼怎麼 知道了我 你把我灌對了 要不然我不可能 一點印象都沒有 你不講道理 媽 誰不講道理 兒子 兒子 你媽呢 你媽怎麼樣了 你都別提了 我媽都快瘋了 你們倆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跟你說爸 我發現你變了 你現在懷裡抱著一個 心裡還想著一個 你還想著我媽呢 我謝謝你啊 兒子 爸跟你發誓 我跟他 我我們什麼事都沒有 真的 你怎麼能這樣說呢 咱倆怎麼什麼事都沒有啊 上個月 我媽還打掉一個孩子 你怎麼能這樣對待了 什麼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你 你想和我爸啊 我這點相信我爸 我爸這麼大年齡的人 做得出那種事嗎 對 孩子啊 你覺得阿姨是那種人嗎 老千 沒關係 你怕孩子難過 我可以等你 兩情若長久 又氣在昭昭暮暮 我可以等你的 吹無恥 無中相有 他血口還人 他瘋了 他說的是瘋話的 我沒瘋 兒子你想一想 我能騙你嗎 不是 孩子 您現在太讓我失望了啊 兒子 您現在給我解釋清楚了 沒有一個女人會 會往自個頭上潑髒水的 你們倆到底怎麼回事啊 年輕大大她瘋了 她說的是瘋話啊 我呀 她的感情是真的 你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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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啊 不管你們感情真的假的 不管了 我回來找我媽去 我 你好自為之吧你 兒子 千萬別 我是愛你爸爸的 真的 這個 孫文娟 我掐死你 你的心能有啊 我還要 你把我弄空了 你把我弄空了 等會兒跟我走 上我們家跟我老婆 還得解釋清楚 不然咱倆沒完 我可以慢慢走嗎 你輕一點 你弄空人家了 我急了我手指都乾不出來啊 你弄空人家了 我 人家跑不動了呀 媽 飯做好了 吃點飯吧 別難受了 吃點東西 保重自己的身體 姐怎麼樣啊 媽不吃了 你先吃吧 這樣下去 媽的身體也受不了啊 你說爸這人也真是的 平時教育我們的時候 道馬恩人 這自己做起事情 又另外一套 行了你別提爸了 你還想讓媽受刺激啊 靖子你快點 花生小 我給你賠罪來了 我把追魁獲署 我給你帶來了 那你先別 你還敢來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聰明 別別別別別 你聽爸解釋 有什麼好解釋呢媽 閨女 你聽我跟你解釋好不好 你已經把媽傷成這樣 還不行嗎 你趕緊走吧 不行了走走走 今天我見不著你媽 我不能走 我求求你你別氣了 你別讓媽媽氣了 誰來的 爸他自己開門進來的 我有 媽媽媽媽 老婆你聽我解釋 誰是你老婆呀 滾出去 讓他滾出去 你聽我的解釋 走 聽我說我 我真不是想跟你聯婚 我也沒出軌 總之 你跟我說過要要要 要實話實說的 你現在說實話 快說啊 花姐 你別引誊 真的我看見你這樣難受 我心裡也不是idas 我 我說實話 你快說 說我上 老金跟你離婚是一時衝動 她其實不想跟你離 她因為 因為她說你脾氣不好 對 我真沒想跟你離婚 我就是想借這個機會 嚇唬嚇唬我你 讓你改改這個脾氣 你又骗我 照片我都看见了 那是我喝醉 他把我灌醉了拍的 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你 你给我发个事啊 你你你告诉他吧 什么事都没发生 花姐 你想一想 如果我俩真没那事 为什么他要跟我 拍那些照片呢 就是犯了吗 就是犯了你 犯了 爸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还怎么给做这样的事情 你还拍账你 别心虚 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你把话说完 你说 他事事先跟我说好了 说 说你们俩离婚的时候 他一分钱财产都没得到 他说他必须得得到财产 因为将来我们还要结婚 我们还要生孩子 我们还要过日子 怎么能没有钱呢 你胡说八道 满嘴吭嘴 我戒场了 妈 妈 你们俩 混兄姐 孙文坚我现在 我恰似你的心都有啊 我 我儿子 妈 换人家听我了 我儿子 妈 我这儿子 儿子 儿子 别说了你别人走 你现在把妈气死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要让我发现 你故意破坏我们家庭 我饶不了你 滚 饶不了我就逼你 你听我 走 听我 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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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妈 太猖狂了 太猖狂了 你说我这臭 谁惹谁啊 一辈子给他们老今天 当年做法 连两顿的这个下场了 妈 妈 你什么 你什么 我这臭了什么你 我跟你说呢 妈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我不想活 妈 妈 别这样 我一会儿出门啊 我一出去我就感觉 人家都在我背后 吱吱吱吱吱的 我一辈子要抢 最后就活得 绝对佳佳的 妈 没事 你不还有我们的吗 就行了 妈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俩都会不会在你身边的 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自己哭一会儿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抓在人家手里啊 在外边搞什么幺蛾子 让他给逮着了 志峰 你是我亲妹妹啊 我能不跟你说实话吗 你哥的为人你不清楚吗 我就是有那个心 我也没那个胆啊我 可是现在 我倒这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啊 也就是你能忍他这么多年 要是我的话 我早就跟他离婚了 也就是你啊 脾气太好 心眼太好 才被那个泼妇欺负成那样 你 你也别这么说 这花之笑毕竟人不坏 为我们这个家为那孩子 他的贡献不小 他就是脾气 认清行是吧哥 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就是向着他 人家也不理你的情 你看看他处处以自我为中心 有眼不济 哥 看样子我在你这儿也住不成了 我出去住吧 那你上哪儿住啊 我 我先替花之脚给你赔个不是 哥 我上单位住去 走了 哥 对 花之桥 你这回水里的院了吧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我告诉你 你高兴 我比你还高兴 我这辈子就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我高兴了 傻呀 干一个 干 哼 哼 哼 志冯 开门 谁呀 开外面的 谁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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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吉 你怎么出这儿了 郭文贵同志 请你不要跟我说话 那老吉了 那工作上的事情也不说呀 等等等等 工作上的话可以说 坐好了啊 下午有活动别忘了 你吃饭了吗 我给你买点豆腐呢 我给你买点豆腐呢 你吃饭了吗 我不用你管 又谁动我电脑了 老金 你看谁动我电脑了吗 死了才好呢 妈 黄透 妈 妈 你来也不打个电话 我好去车站接你去 我这不找来了吗 我都已经办好了 钱都带来了 放心吧 彤彤 想不想奶奶呀 想 奶奶也想你 彤彤怎么样 这是彤彤奶奶 妈 这是彤彤的主治医生金大夫 阿姨您好 金大夫您好 我这孙子就拜托您了 您一定好好地治好他呀 阿姨您放心吧 我们会尽力的 我们会尽快地给他安排手术 嗯 那手术大吗 是不是很难做啊 这个手术啊 在我们国内已经非常成熟了 您就想着 你衣服破了个洞 您需要把它补一补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小小的洞 给补上 就没事了 听你这一解释 我也就放心了 没事的啊 来 彤彤 阿姨给你检查一下 来 你看 这医生又有学问又漂亮 一些正常 那阿姨我先出去了 金大夫 那个 我妈已经把钱带来了 你看孩子的手术 那太好了 我赶紧通知他们 让他们尽快安排 谢谢 没事 我看谁敢动 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小丫头 这小丫头 这小丫头 没人呢 没人呢 你这是谁啊 没人呢 老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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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你别管我 来 我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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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背谁不用你管 不是我自己能 不是 你看 自己能行吗你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不是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将啊 你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你这腰谁弄的 是不是我弄的 我弄的我不管你 行了 没事吧 老金 对不起 对不起 别生气 我带你去做按摩去 他 他 他 不行 他呀 你别放我 别放我啊 总部人 你别对我大胡小叫的 那你受受不起 你就给我保持距离 就在这边用了啊 干嘛呀你 我跟你说 宋文娟 今天我就是探在这儿 有些事咱得说清楚 什么呀你就说清楚 我问你 你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金纸洋跟你没怨没仇啊 你干嘛非要当着 我老婆孩子的面 你陷害我呀你 你还怀孕 你说你这一出一出的 你按了什么心 我什么心你不知道啊 我 我不知道你什么心 那你想知道吗 想 想知道跟我走 少废话 去不去啊 走不走 走 走 你慢点 哎呀哎呀来人 救我呀 哎呀哎呀哎呀 我我这人做事从来没后悔过 赶紧办 听人劝吃饱饭 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你 你 你 昨天开始 我们俩就正式在一起了 我真本想跟你离婚 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吓唬吓唬你 让你改给这个脾气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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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哎呀 我手中啊 哎呀 你比划日教的手法差多了 哎呀 哎呀呀 哎呀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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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兜里 兜里 这边 哪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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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着 肯定是做手术的 我先凑我趴一会儿吧 晚饭之前要还不剑好的话 你就把我送花枝叫那儿去 让他给我看看吧 你这营救之剑 你俩都离婚了 他现在还能管你啊 就算我现在不是他老公了 我还是他一患者 那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你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 谁陷害你了 我为什么让你死 我爱你还爱不过来呢 孩子 打住打住 什么是孩子 谁是你孩子呀 你跟金娜一边的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都 那怎么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好不好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了 我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 人家就爱你 你会看到吗 我真不用故意的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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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真是的 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在儒品公司工作 咱全家福奶粉补盖 知不知道啊 你要每天喝一杯 你何苦这样呢 动不动就这扭了 动不动就那儿疼的 你看看我这大粗腰 为什么这么结实 每天两杯 这等会儿 你这是公家的 你别动 到时候我掏钱补行吗 你逮着吧你 你 扶你坐下来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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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那我喂你啊 干吗 我不喝 什么叫你不喝呀 咱这奶粉 咱这奶粉多好啊 对不对 来 喂喂 来 我自己会 你会 花花 你来得正好 我向你起不来 我腰扭了 你给我扎几针 能走了我马上跟你走 不用了 靳正阳 你还说没事是吧 都这样了 你还说没事是吗 你别睁着眼睛 说瞎话好吗 花花 别走 别扔下我 另外 我想向你澄清一件事啊 我每次扎你虎口 你都以为 我是在体罚你 我今天告诉你 你从年轻的时候起 就废热爱流鼻血 我给你扎针是给你治病 我要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 这么不识人 我当时就应该让你 让你流鼻血流死 你让谁流死 别走 说什么 你让谁流死啊 你让他流死 还不能让我流死呢 你别说了 快快快 别内受啊 别内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行啊 你会扎两枝吗 都说我也学着给你扎针 你惦记这种人 你不是见识什么 一塌塌趴塌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受这种屈辱 我告诉你 你们已经离婚了 没有关系了 你要再惦记这种人 你就没有人格了 你干吗去啊你 你别动了行不行啊 你别管 别管 别给我添乱了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 我这不是替你出口恶气吗 我不稀罕 我不稀罕 什么叫不稀罕呀 孙文杰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行吗 我是爱你你知道吗 他一天到晚地 对你腰五合六的 你倒像个哈巴狗一样 我对你真心诚意的 你倒是说我害你 你有没有良心 拿着 别说了 不许跟着我 金志愿 你太没有良心了 你太苦情了你 妈 到了 有事 妈 这就是我 在北京租的房子 你也没有把卖 在北京租的房子 我 我就在这儿 弄个行军床就行 你干吗不租大一点呢 妈 坐 你每天这么忙 你睡客厅怎么行呢 北京的房子这么贵 花那月晚钱干什么呀 妈 儿子 委屈你了 好好的大老板倒不成 好好的加油散 你说 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咱们往前看 等彤彤都完手术 我去找工作 挣了钱 换个大点的房子 那你就不能在旅行社干呀 以前你做得挺好的 一个行业离开太久 就不容易回去了 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来北京了吗 可以从头开始的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妈 我得给彤彤打饭去了 好 你先歇着 你当心啊 嗯 我要打算 我便宅 我来 打算 揍 谁呀 说话 是我 那个我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你眼睛瞎呀 看不见不在地上的吗 那什么 我想跟你聊几句 没什么好聊的 拿着东西赶紧走嘞 你开开门好不好 我想跟你说说 其实我跟孙文娟 我们 我一个字都不想听 拿东西赶紧滚 都离了婚了你干吗 还这么凶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这房子也有我一份 房产上还有我的名呢 你要不要脸 你一毛钱都没有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叫婚内出轨 你就应该净身出负 我跟你讲 我把这套笔给你 就给你脸了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啊 好说不了 跟你这种万恩负业东西 有什么好说的 想当初我妈说 不让我嫁给你 你们家球那叮当响 结果我被我妈都决裂了 我妈都不要了 我跟了你 结果你呢 怀着进步的时候 我说不要了不要了 你非要不可 因为你家弹团呢 结果你不让我 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说怎么样 让大伙给我开除了 我就从大医院里 大大大主任的位置上 就就下来了 二十多年呢 我全身习布在你们身上 可你怎么对我呢 你不良心 你这狗给吃了你 你跟我说 别别别别 快 快 后天狗 再好好说 你明明是偷偷握握 你就跟别人好了 你出轨了 你回家 你还装个好丈夫 好爸爸的样子 国内是你还特别可恨的事 你还瞎了个泡 弄得好像我跟你离婚 你还弄得挺无辜的 你怎么那么下量无耻啊你啊 你听我说 我放听 我华志俏一辈子 我没受过这个委屈 你还让我让人说 不让 别说 华志俏 咱冷静一点好不好 死刑犯人还有上诉的机会呢 你这直接枪毙滚 滚 滚 我里头 我里头 你别跟我演戏 我跟你讲演演戏 我比你演得好着呢 真的假的 谁假的这是孙子 哪儿啊 别碰我 别碰我 你 你别动啊 我就 我就打药了你啊 喂 姑 什么 怎么样 那躺着好多了 这 这简直就是母夜茶 母老虎杀人犯 她怎么就能下得去手呢 你也是 她打你你就不会还手 一个大男人 被她欺负成这样 怎么就这么窝囊呢 别让我看见她 让我逮着她 我跟她没完 您怎么能出手这么重啊 有话好好说吗 你动手干什么呀 就是啊 妈 虽然最近我一直都挺喝的话 但是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身体一直不好 您这么一推 万一推出什么事怎么办呀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我忘了她要受伤这回事 我爸怎么样了 她本来就腰椎尖盘突出 这要搁别人身上 您这就人身伤害 您这是任性过头了 你们怎么都说我呢 其实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呢 你说得对 我是手捏手惯了 我是肩骨头 哥 志芳 去 把你嫂子叫进来 我要一次性地跟她掰扯清楚 去 志芳 我哥让你过去一下 走 爸 老金 你没事吧 能没事吗 志芳 先出去一下 哥 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金波 把床给爸摇起来点 好好好 赶紧 你行了行了 别太高了 你想说什么呀 爸 说什么 还不是想把责任 都推到我头上 黄志芳 我提醒你 今天你就让我说个痛快 忠心不许张嘴 家丑不够外雅 我今天就当着孩子的面说说 咱俩走到这一步 到底是谁的责任 还用问吗 你明白这个事 我知道 你想说那个孙文娟 是吧 孙文娟那孩子她有病 她脑子有问题 我现在说这些你都不相信 没关系 我相信时间长了 事实真相 她自然会浮出水面 什么事实都明不 我说说咱俩的婚姻 不多说 我就说两件事闹得咱们差点离婚 第一件 当时今大八岁 今不是四岁 那时候你奶奶在咱们家 伺候咱们一家子 你妈从来就没给你奶奶好脸子看过呀 有一次做中午饭 奶奶说让妈去买瓶酱油 你妈说天太热了 我不去 凑回顿得了 你奶奶自己亲自了 跑到楼下的超市去买 可 回来的时候就摔在楼道里了 把腰给摔折了呀 行行行行 你说 我妈怎么就让你那么 好 好 第二件事 你当时十八 金波十四 那一年我们单位开年会 人家允许代家属 都把媳妇给带去了 可是你妈 她嫌我们单位什么 档次低 配不上高贵的她 她就不出席了 好 一不来就不来吧 年会散得完了点 她怒气重重地跑到单位去 当时那么多人那边劈头盖来 她就一顿数了我呀 你把孩子都出了乐了 你听我说 是 花生巧 我也是一男人 我是一大老爷们啊 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 自从那以后 我在单位就从来没抬起过头来 你说这 我差点下岗了我 金芝阳 你别委屈我行吧 你说我把你弄下岗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还养活一家子人呢是吧 还指着你呢 没有的事 妈妈这都医院的 你听我说完了好不好 说说说说 你说 我是一万万富裕的小人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说 我为这个家伙 到底做了什么供给呀 结婚以后 每个月的公司 我一分都不少 全交给你 我兜里就 就从来没超过五十块钱过呀 你 你自打结婚后 你恨不得让我跟我们家的亲人 全都脱离关系 你在这家里边 专横跋扈 唯你独孙 作为作父 强词夺礼 我 我都不知道身体什么好了 我 行了 行了 爸 你就算是过瘾了 你说吧 没有停止啊 先到这儿 我今天 我就看着你伤的这个份上 我不跟你倾酒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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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别说了 快去住 你看我爸 行了行了行了你 回心了 我彻底回心了 然后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肚木桥 我们没关系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没关系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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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活得太别心了 我是说 好 娜娜 不儿 真的像你爸说的那样吗 你们心里 都怨我 是这样吗 我今天要听听你们俩 说说心里话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主要是看我紧 说吧 妈 我说您在我们家 确实是太强势了一点 别人就没有发言权 你包括我和金波 我们私人问题 那都得听您的 不听都不行 您就是太独断专行了 太蛮横无理 根本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 我是个男的 我特别理解我爸 您老是当着我们俩的面 来训斥我爸 你让我爸心里怎么想 他能好受吗 是吧 姐 就拿我上次离婚来说 本来我跟小王在一块 虽然因为孩子的问题 是有些分歧 但也不至于要到离婚的地步 就是您觉得他不行 他对我不好 您就在那搅和 我觉得我可以好好跟他过 就这么被您搅和搅和 这婚就真离了 这刚一离婚 您又让我见这个见那个 不停地相亲 给我找出路 我又不是动物 我没有感情 我跟谁都能在一起吗 你让我姐相亲也就罢了 我才多大呀 您就给我介绍对象 就说前段时间那个泡妞 您硬说我跟他合适 我们俩可以凑成一对 你看他那身材 有我两个那么大 我站在他背后 你都看不见我 就是人家家里有钱吗 你就觉得我跟他结婚了 能过好日子能幸福 幸福什么 这是谈恋爱 这是婚姻 这不是买卖 拒绝买卖 就拒绝伤害 都说完了是吧 妈 妈 什么情况呀 我说错了吗 金大夫 为什么我儿子的主刀医生 变成了你 成医生呢 是这样的 成医生昨天在事故现场 抢救病人 手术伤了 他现在的状况 不适合做手术 所以院方派我来接替他 完成这个手术 我之前已经做过 万全的调查 成医生是全国 所有大夫里面 做我儿子这种手术 成功率最高的专家 我们也是因为他 来到了北京 排了这么久的队 终于等到他了 我不能接受 临时换主刀大夫 你的心情我明白 但是你要想一想 童童等这个手术 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好不容易排到 这个手术的时候 不能因为你 单方面的不信任 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而且我们院方 能派我来接替这个手术 也是因为 我有足够的经验和把握 不不不 金大夫 我不是怀疑你的医术 如果今天手术的是我 我一定相信你 但是现在是我儿子 我唯一的儿子 我不能让他有一点闪失 你能明白我们 做父母的心情吗 我非常明白 你做父母的心情 但是我也还是要建议你 不要再为了等陈医生 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我知道我们之间 曾经有过一些误会 但我也请你相信 我是一个有义得的大夫 我要找你们领导 你等等 你刚才说陈医生 是我们这个医院 做手术成功率最高的医生 是吗 在我们医院做这类手术 成功率第二高的 是我 金娜 我很能够理解 所有的病人 都希望能够找到 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 但是这么一个 诺大的医院 难道除了陈医生 其他的大夫和护士 都不值得信任了吗 而且如果所有的病人 都等着陈医生 来做这个手术 才能痊愈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都 失去理智了 所以我还是恳请你 能够相信我 好吗